古天樂、林峰、鄭家榮、林家棟和周秀拿 這日出席電影《披風部》的首映禮 老闆黃伯明還宣布將會開拍第五集 但做了五集都是同一個角色 古仔會不會覺得悶呢? 其實我覺得很高興的 因為作為一部電影 如果飄航不好、口飛不好 也不能多拍一支 這一部已經拍到一個系列的一部戲 所以我覺得至於作為演員 作為投機方打演也非常帶齊 不過娜姐就說為了拍這部戲 搞得差點失聰 因為我們在安全屋 不是因為我喊得太大聲 因為他常常在我耳邊 不是細語、大叫、不要走 是 因為他追我 沒有啦 因為我們很多槍戰戲 就是在安全屋還有其他地方 所以幾乎每天都戴著耳塞 對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 可能拍完之後 你會聽到很大那個 迴音很大 迴音很大 有點耳鳴 上次跟鄭家榮合作 就要被對方不停打 但是這次家榮的角色 竟然是調轉保護娜姐 感覺會不會很奇怪啊? 他這次是兩個人來的 他很疼愛我 因為角色不同 原來這次我是靜人 就是我一個很喜歡的角色 你覺得他現實的角色不同 做了爸爸 對啦 他買了本身的現實 對 他的心態 他更加懂得拖護一個人 哈哈哈哈 嗨 嗨 嗨